之前朋友有介紹的那個弟弟要再聯絡 後來就 欸 有啦 2021下半年 天蠍座戀愛運整場發揮中 還沒看到蕭七歲鮮肉真面目 顯看到房產女王Selina的日常 怎麼這麼暗黑啊 眼前的黑補式黑身後 還有這些貼粉們列隊護送Selina下班 知怪這條下班路實在是端到不可理喻啊 這頭的Selina話都還沒說到兩句 就準備塔上坐車仿生鐵粉開啟她的放風之旅 OK 終於輪到狗仔哥哥出馬的席尊了 Selina直奔的地方就是貴桑桑的上飲水產超市 明以示威天不管是誰都逃不了人生中最困難的問題 就是晚餐到底要吃什麼 有這麼難嗎 Selina先是到活水產磚區 用眼神進行一輪採埋 之後再走向蔬菜人餐櫃 細心觀察食材的好壞 減少均衡飲食的最高原則 什麼都拿什麼都不奇怪 嗯哼 這一大袋的戰利品 就是解消費力MAX的最佳證據 只不過狗無力跟不上體力 還好身旁還有司機大大可以展現男友力 一把將帶子提起 哇嗚 好不容易撲梗撲到男友力 就是為了跟各位更新Selina的戀愛近況 疫情期間就是很多人都會關心我啊 然後他也就是會關心我這樣 而且在疫情期間 因為我作息就非常非常的顛三等 不是顛三等 日夜顛倒 不是顛三等 作息非常的日夜顛倒 然後就是有一度真的誇張到 我大概中午才睡覺那種 非常非常的誇張 然後半夜都是我在悠遊的時間 那半夜其實大家都睡覺了 那我覺得他就很聰明 他就是會在半夜的時候 就是會敲我 那我就不得不會回他訊息 算是有一點聰明 再靠近一點點就讓你牽手 再次祝福Selina幸福美滿 就算戀人未滿又怎樣 懂得經營自己才是不敗王道 Selina12日來到了一間健康調理中心 約莫待了一個多小時後 直接返回位於松江路 8500萬元的新豪宅 初到20年的Selina 自然懂得投資房地產的道理 除了松江路新豪宅外 她在士林也購入了超過2億的孝親房 長安東路上也有3980萬的房產 三棟房產粗窟市值超過3億2480萬元 地產富婆的威力可不止這樣子 據傳Selina還有一間在德行東路上 縱價約5400萬房產 吧!經紀人聽聞則表示 真的不清楚 也不曉得房價究竟有多貴 娛樂動新聞 不曉得房子 不曉得房子 放豆